欢迎大家收看点点新闻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2024年经济展望 中国、特朗普和下一个黑天鹅 埃隆、马斯克、伊朗 Mosk 一再否决25000美人的特斯拉 回来咬一口 日本航空公司飞机上的14名香港人 在致命碰撞后寻求官方帮助 中国第一个咖啡村凸显乡复兴潜力 中国版TikTok在电子商务竞争中 强制要求及时退款 请大家收看 2024年经济展望 中国、特朗普和下一个黑天鹅 德国之声 马斯克搁置了生产更便宜的电动汽车的计划 彭博社 特斯拉未能交付价值25000美元的电动汽车 因此 使该公司失去了中国比亚迪的全球电动汽车销售桂冠 埃隆、马斯克、伊朗 Mosk 显然搁置了生产更便宜的电动汽车的计划 尽管他之前曾承诺提供负担得起的家用汽车 马斯克认为 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出租车将使更便宜的车型变得不必要 并且他坚持使用没有方向盘或踏板的汽车 从而推迟了该项目 在开发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缺乏进展 以及延迟提供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 使特斯拉在电动汽车市场上处于劣势 日本航空公司飞机上的14名香港人 在致命碰撞后寻求官方帮助 南华早报 在东京雨田机场与海岸警卫队飞机相撞后 起火的客机上的14名香港居民是安全的 乘客向入境事务处寻求帮助 入境事务处将电话转交给中国驻东京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将为旅客提供旅行证件和协助 入境事务处会在整个过程中与居民保持联系 这次碰撞导致雨田和香港之间的几个航班延误 取消或改道 中国第一个咖啡村凸显乡复兴潜力 南华早报 中国的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减少 但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正在逆转 云南省新寨村的居民回来了 新人来了 他们被工作机会和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该村还采用了数字技术 包括5G基础设施和直播 以实现农业实践的现代化并改善社会服务 新寨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广泛的文化影响 促进了咖啡作为一种饮料选择 并表明农村生活可以具有吸引力和繁荣 中国版TikTok在电子商务竞争中 强制要求及时退款 南华早报 抖音 中国版的TikTok已经强制执行其快速退款政策 要求商家在收到要求后立即向消费者退款 该政策于2024年推出 允许用户在寄回退回的包裹后立即收到退款 而不是在商家收到包裹时收到退款 中国的电子商务平台越来越多地采用退款政策 优先考虑消费者而不是商家 以提高竞争力 廉价购物应用程序 拼多多率先退出了类似政策 事实证明 拼多多成功地吸引了对价格敏感的中国消费者 淘宝和JD.com最近也纷纷效仿 退出了自己的紧退款政策 抖音新的退款服务 不适用于定制产品或非有型商品 现今匮乏的中国房地产集团 大连万达出售上海豪华酒店 南华早报 中国企业集团大连万达集团 已将其在上海的豪华酒店 出售给印尼纸浆和造纸亿万富翁陈江河 以寻求克服流动性危机 这家拥有193间客房的酒店 于2016年6月开业 被陈江河集团旗下的 基因集团的房地产投资部门 Pacific Eagle Real Estate收购 收购价格未披露 但据信在14.4亿元人民币 2.04亿美元至16.6亿元人民币之间 此次出售是为了帮助这家现金短缺的公司处理债务 据补鱼 近海水产养殖可以帮助中国开展粮食安全运动 南华早报 中国计划发展大规模的近海水产养殖设施 扩大捕捞区域 以打造海洋粮仓 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发布了严格划分海水养殖区的指导方针 并强调了转向海洋获取食物的重要性 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了发展海洋经济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是最大的水生动物产品出口国 拥有约210万公顷的海水养殖面积 政府计划加快移动农场浮标和渔网的建设和应用 以支持深海养殖和牧场 香港机场首次发行本地债券 募集于5亿美元 南华早报 香港机场管理局机管局已将其首次本地公共机构债券发行 定价为40亿港元5.12亿美元 以资助资本改善 包括其第三条跑道项目 该债券获得超过2.75倍的超额认购 订单量达110亿港元 吸引了来自主权财富基金 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 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者 该交易的订单簿来自57个账户 订单额超过110亿港元14亿美元 债券跳面利率为3.83% 而最初的价格指导为4.2% 台湾外交部长谈及即将到来的选举所面临的风险 经济学人 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民主进程 吴钊燮表示 中国一直在进行军事威胁 贸易操纵和网络战等活动 以影响台湾选民 他警告称 如果中国的行动成功 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 并破坏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习近平的混乱信息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对中国持谨慎态度 彭博社 中国政府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发出的混乱信号 让投资者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越来越谨慎 习近平主席一方面试图吸引外资 同时又在加强对商业环境的控制 以确保自己的权利 这导致了目标的冲突 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监管机构出台规定限制游戏内消费 并禁止激励更多游戏时间的机制 这导致腾讯等公司市值蒸发了800亿美元 但随后当局解雇了该国游戏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 并表示可能会重新审查这些规定 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商业领袖的对话表明 北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发出的混乱信号 正在让投资者更加谨慎 地方官员将增长放在次要位置 以避免政治失误 这导致去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官方指标 创下了历史新低 许多高管对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感到焦虑 因为中国正在向更加极权主义的环境转变 中国工人的招聘薪资创历史最大降幅 彭博社 中国主要城市向工人提供的工资 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下降 表明该国持续存在通缩压力和消费者信心疲软 2023年第四季度 38个中国主要城市新员工的平均工资下降了1.3% 至10420人人民币和1458美元 与去年相比 这是连续第三个季度的下降 也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长下降期 北京的工资下降了2.7% 广州下降了4.5% 这些数据凸显了中国面临的通缩风险 以及对该国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 他还表明 由于收入前景不确定 家庭推迟了购房 房地产市场面临挑战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仍然较低 自2022年的新冠疫情封锁以来 情绪几乎没有改善 中国世界领先的绿色氢能项目 面临缓慢推进的问题 南华早报 中国石油化工中国石化宣布 其位于新疆省库车的绿色氢气项目 将需要额外两年时间才能达到满产能力 这个年产2万吨的项目被视为减少重工业排放的重要举措 这一延迟将对全球绿色氢气生产造成打击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 到2030年 全球绿色氢气产量将从2023年的10万吨增长到5120万吨 多名海外人士在香港审讯黎智英案中驳回控方指控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香港国家安全审判中点名的几名活动人士 活动家和政治家拒绝了政府检察官 关于他们与该报出版商勾结的指控 根据中国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领主派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 面临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 这次审判表明 香港的基本自由和法治 被破坏得多么戏剧化和广泛性 香港观察创始人 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说 哈马斯领导人之死 你需要知道的关于真主党的信息 德国之声 哈马斯高级官员萨利赫 阿努里·Sola & Lowry 在贝鲁特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阿努里是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主要联系人 这两个伊朗支持的团体被以色列 美国 德国和其他国家指定为恐怖组织 任何组织都没有声称这次袭击 但黎巴嫩看守总理指责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袭击 阿努里的死可能是真主党的红线 因为其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发誓 如果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官员成为目标 他将打击以色列 真主党的武装派别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非国家军事行为者之一 注意差距 随着人口老龄化 中国应培育数字包容性社会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寻求了解其老年人口的数字素养 因为它的目标是在日益智能的社会中适应其老龄化的人口 在最近一项关于人口变化和劳动力生产率的调查中 增加了有关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问题 了解老年人的数字能力对于决策和企业设计智能产品至关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截至2022年底 60岁以上人口为2.8亿 占人口的19.8% 中国最大的珍珠奶茶制造商米雪和股民 申请香港IPO 南华早报 中国领先的珍珠奶茶连锁店米雪冰城和股民 已经提交了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申请 以寻求在激烈的竞争中扩张 拥有约36,000家门店的MixU的目标 是在香港IPO中筹集5亿至10亿美元 而拥有9,000家门店的Dunning的目标是3亿至5亿美元 珍珠奶茶在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行业 中国486,000家珍珠奶茶店 预计2023年的年销售额将增长40% 然而 由于产品差异化程度低 竞争非常激烈 泰国会把刑事责任年龄 从15岁降低到12岁吗 南华早报 泰国警察局长正在推动 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从15岁降低到12岁 此前一名14岁男孩 被指控去年在一家购物中心杀害了3人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游客 这名少年正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 警察局长说 他的提议也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犯罪 罪犯越来越年轻 中国成立聚变能源公司Fusion Energy Inc. 国家公司建设人造太阳 南华早报 中国成立了一家新的国有公司 中国聚变能源公司 以加速和聚变技术的发展 该公司将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将聚变反应堆或人造太阳带入生活 中国已经认识到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的重要性 并希望利用其中央治理体系 将国家资源和工业投入集中在关键项目上 该公司将得到一个由25个实体组成的协作创新联盟的支持 包括国有企业和大学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高居共和党对手之上 引发了激烈的争夺第二名的战斗 华盛顿邮报 据爱荷华州的政治老手们预测 唐纳德 特朗普有望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 尽管这个州在历史上经常出现胶着的选举结果 但许多共和党人相信基本结果已经确定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比他的竞争对手更加低调 特朗普的支持者被鼓励在党团会议当晚出席 以满足民意调查所设定的高期望 一场比预期更为激烈的竞争仍然可能改变选情 但支持特朗普竞争对手的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接受失败的现实 其中一位支持者表示 我只是觉得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难题 东南亚国家联盟对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来说比中国更具吸引力 日经亚洲 根据Dealogic的数据 2023年 投资银行从为东南亚客户提供债券和股票发行咨询服务中收取的费用 比为中国公司进行国际交易提供咨询服务的费用更高 这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热门IPO市场 以及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需求的低迷 原因是北京加强了离岸上市的监管规定 总体而言 亚洲除日本的投资银行收入从2022年的112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83.6亿美元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2024年的经济展望并不乐观 专家表示 全球经济可能面临着疲软增长和技术性衰退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降温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困境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然而 有专家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 认为中国有能力处理自身的问题 接下来是关于特斯拉的消息 特斯拉未能交付价值25000美元的电动汽车 这使得该公司失去了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的领先地位 特斯拉的执行厂马斯克延迟了生产更便宜的电动汽车的计划 导致该公司在电动汽车市场上处于劣势 在航空方面 有14名香港人在一架飞机与海岸警卫队飞机相撞后寻求官方帮助 这次碰撞导致雨田和香港之间的几个航班受到影响 在中国 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农村地区的人口开始回流 一个叫做新寨的村庄通过发展数字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实践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农村生活 这也引发了咖啡作为一种新兴饮料的热潮 在电子商务领域 抖音推出了强制要求及时退款的政策 这将提高电子商务平台的竞争力 优先考虑消费者利益 这种政策的引入对于中国的电商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 大连万达集团因现金短缺问题出售了上海的豪华酒店 这是为了帮助这家集团应对债务问题 在水产养殖方面 中国计划发展大规模的近海水产养殖设施 以确保粮食安全 中国希望利用海洋资源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香港机场首次发行本地债券 募集于5亿美元 这将有助于机场进行资本改善 包括兴建第三条跑道 在台湾 外交部长警告称 中国正在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 这引起了全球各地民主国家的担忧 中国政府对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混乱信号 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感到谨慎 这也导致了投资者对中国持谨慎态度 中国主要城市向工人提供的工资 出现了有纪录以来的最大下降 这表明该国面临着通缩压力 和消费者信心疲乱的问题 中国成立了一家新的国有公司 中国聚变能源公司 以加速核聚变技术的发展 这将有助于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最后是有关特朗普和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支持度高居共和党对手之上 引发了激烈的竞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